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几种财运不错的手向特点 首先一个是太阳线 太阳线清晰深长 我们有一期节目讲到太阳线的长短跟富贵的多少有关系 如果说是太阳线比较长 从手腕处一直延伸到无名指的根部 其实它是从无名指的根部出发 一般都是这么一条线往下延伸的 主管是一个人财运的大小 这种线清晰深长 毕竟是拥有不少的财富 头脑灵活聪明 有贵人相助 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 能够抓住良机 注定能够大富大贵 还有就是财博宫 龙企 突起饱满有肉 红润有光泽 这样的人天生带财运 因为这个就是首相当中的财工位置 经商的头脑比较强 能够利用身边一切的资源来获得财富 保证一个人的事业运势比较兴旺 只要是赚钱就行 不愁没有发财的门路 注定也是大富大贵的一种特点 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手上当中都有的部位 但是他这个部位是否有这个特点 就是另外说 看这个田宅工饱满 首相当的田宅工就是在大拇指的根部 金星丘的位置 主管一个人的祖业房产 田宅物业等等 特别是现代社会 这个固定资产 这个房产 是财富当中的一大部分 这个是一个 还有就是水星丘 水星丘是小指的下方 代表一个人的贵人运势和经商的才能 这个地方饱满 隆起再配合小指 这个小指的指形非常端正 这个下粗上肩 配合这个小指的指形的话 长得好 并且手指比较长 小指比较长 这样的人口才非常好 交际能力非常突出 也是非常适合经商的一种特点 那么还有就是手中有彩库 彩库就是三角形四角形的这种纹路 这个组合形成这种财库 这个财库的前提是不能有开口 不能有大的开口 这个代表一个人的财富 也是财库越大越好 这个四边不能漏缝隙 不能有开口 这样的人天生 如果是有开口是不拘财 容易散财 财进财出 赚再多钱也存不住 这是一个特点 好了 有五种有钱人的首相特点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好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继续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